大陆宣布终止部分台湾产品的关税减让 大陆和台湾根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也就是ECFA互相减免对方进口产品关税 大陆宣布由下月15号起 对原产于台湾的134项产品 包括润滑油、基础油等 终止适用ECFA的协定税率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 台湾长期单方面对大陆采取歧视性贸易限制 违反ECFA规定 既损害两岸企业利益 又损害两岸同胞扶植 商务部又批评民进党当局 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严重破坏ECFA实施基础 导致大陆不得不进一步终止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 有关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 谢谢 - 白萝卜音乐 - 白萝卜音乐 - 白萝卜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